而第四次入围金曲奖的沈花一哥肖敬腾 他这一次终于荣登金曲歌王宝座 庆功宴上他的父亲也给予肯定 期待儿子可以更上一层楼 而一起出席庆功宴的同门师兄妹 包括蔡依林 方大同还有郭彩杰 蔡依林这次作为了四项 只读得其中一项的金曲最佳歌曲奖 她说这就跟买了透一样 亲吻刚拿到手的金曲奖座 入围四次最佳男歌手都杀于而归 萧敬腾这一次总算不负众望 夺下歌王宝座 奠定萧敬腾的歌坛地位 萧敬腾的父亲献身庆功宴 和儿子握手给予肯定 对于萧敬腾终于得到金曲歌王的殊荣 做父亲的还是有更多期待 加油啊 再接再厉 或许更上一层楼 萧敬腾 在歌迷的簇涌下 萧敬腾汉得到年度最佳歌曲奖的 蔡依林还有同门师兄妹 方大同郭彩杰一起举办庆功宴 萧敬腾和方大同一起入围男歌手奖项 两人却没有较尽意味 我跟大同真的很好 那我也 我相信我们两个不管是谁得 我们另外一方面很开心 另外一方面一定也是为对方着想 前后蔡依林入围四项只抱回年度最佳歌曲奖 蔡依林语气中透露出小小失望 这种感觉就像你去买彩券里面 这种奖会有失落的感觉 一定多少回 但是还是还蛮开心 至少有受到大家的肯定 举杯庆祝出道六年萧敬腾 也终于获得金曲肯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